我們一起看天氣 這幾天都顯著的偏西南風的環境 那西南風是一個很典型的特徵 不是說西南風就一定有西南氣流 或是說各種極端的災害不一定 但是我們提高警覺都會有一些陣雨 大概平地的是大雨 有時候山區有局部的豪雨 要稍微留意一下 靠山區熱對流顯著壓力注意這個雷擊強陣風 北部還有台東被封側會有顯著的高溫 稍微留意一下 類似的天氣呢 將會有持續有一週的時間 各位可以看看這個就是西南風 還好這個整個強風軸沒有對準台灣 這種水氣很多的 如果水氣很多影響的話 那壓力就很大了 那颱風呢在中午的時候登陸週三群島 然後還會進到上海的浦東 對整個長江的中下游 應該影響非常的大 那對台灣而言呢 真的很幸運躲過這一次 然後後面呢我們就是西南風的環境 預計呢會持續有將近一個禮拜的時間 那未來呢還有迪伯特颱風可能會接近東京這個地方 大概在下禮拜二三的時候影響 整個環境呢目前來看的話 這個禮拜是一個西南季風主導的天氣 當然這裡面就看後面還有沒有擾洞會發展 我們會密切幫大家注意 大家還不用太急 就密切注意就可以了 這樣的吹西南風的環境呢 這個平地早上可能就有雨 然後山區呢五後也有雨 等於是一天就有幾個時間 會冒出這個雲系十多十少 那在被風車的下則呢 這個下源在這個台北 或是說在這個台東或花蓮 就會相對的有點像是焚風一樣 那種沉降氣流會蠻熱的要注意一下 這個熱的會讓你很不舒服 所以一邊這個晴一邊這個雨 這個是南部的這個區域 南部的區域 南部的區域 都有可能會每天會有點不一樣 就看那天的西南風 第一個是水氣 第二個動力還有風向 每一天每一天都會有點不一樣 請大家留意了 那這幾天呢都會很熱 36度是一般的36度 可是有時候會到37 8度 請大家注意 清晨的溫度也有28 29度 真的不舒服的溫度 早晚呢在中部也是一樣 南部呢也差不多 但是南部呢 因為這個每天都會下雨 相對之下舒服比配 每部舒服很多啦 所以今天晚上呢 還是西半部呢 有一些震雨發生的機會 其實各地呢都有點熱的感覺 這兩天一下子就熱起來了 請大家留意明天呢也依舊很熱 請大家留意這種中南部的這種震雨 還有北部呢會持續的很熱很高溫 還有台東等等 要稍微留意一下這樣的變化 會持續將近一週喔